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6日 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们分别下到两会的各个团组去参加讨论 去哪里啊 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很有安排的啊 表面上新华社的表述是去他所在那个团 其实自己选哪个团是哪个团的 对不对 为什么选这团 我相信肯定都非一番思量啊 对我一些想法 这个去走动走动啊 关心关心 那么你看到李克强今天6号上午来到了 他所在的13届全国人大私事会议广西代表团 参加这个审议政府工作的报告了 那当然李克强就不能说这个 李克强所做的报告了 他这个是在谦虚谦虚的啊 和大家一起讨论啊 这个李克强首先是给习近平面子啊 得罪不起 你看一开头就是 全国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啊 齐心协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 等等等等 这个陈词烂调吧 其实这些话都是些套话大话 你看那个新华社的报道 拿出一篇来 你就把那个名字变一下都一样 大同小一 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最高领导人这个表述方面啊 那更是一个口径啊 从文显示的这种政治生态啊 这是这个一个人说了算 这个可过去有所不同啊 那么问题是他为什么到这个这个这个广西去 这个代表团 因为广西省委书记是陆新社嘛 陆新社啊和这个李克强关系是勾铁 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 陆新社啊 1956年出生啊 山东巨野人 那么1978年他22岁的时候就考入了武汉水利 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系学习啊 那么毕业以后呢就分配到了一个最能发挥他作用的地方 那就是农业部呗 国家农牧啊 这个渔业部土地管理局工作 就开始他一生的仕途了 他和我的一介练啊 你看他七八的嘛 我也是七八的 那是秋天入学啊 八二年毕业都选择工作 只不过说我不太喜欢这个机关工作啊 我就烦开会 一开会我头疼 而且看那么多人 打着西装领带做的一本正经 都想笑啊 觉得不可思议过那种生活 所以我呢毕业那时候就 就是想到报社工作啊 当然那时候报社实际上也是一样啊 我讲了什么呢 就就路心社理论和实现相结合了 在学校里学的农田水利建设 农田水利建设 可能有些现在的网友人不懂啊 你想在毛泽东那个时代 那太重视农业学大灾 好好的那个体贴 好好的这个那个农村那个地啊 都故意给瓦成这么 填成那个这个有一点坡度啊 然后变成体贴学大灾 最可笑是我所在那个辽宁省新京县 抛子公社啊 抛子是个一马平穿的 那地原本都是很肥沃的 好好的把它种地就行了 偏偏学大灾 也搞这个 这个一些一些形象工程啊 就劳民上财 想一想那时候真可笑啊 从早晨六点钟就开始劳动 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 那早晨是顶着月亮走 晚上是顶着星星回 经常是这样啊 中午这个 青年青年点的同学们 就把那个大饼子啊 这个菜汤 用个大筐就 抬到那个工地上去 一个人盛一碗 一个馒头啊 这个生活真实 后来判刑入狱也是这样啊 比这个还苦 真是倒霉这一生啊 就是扯远了 我叫李克强 那么李克强 他这个到这个地方来 那个到陆星社 陆星社的个人经历啊 你看是 是很这个 比较就这么说吧 比较幸运的 一毕业你看就在机关工作 然后呢 他就在国务院 新组建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工作了 那么六月份就调入国家土地管理局了 历任了副处长 副司长 市长 一起爬上了 一直到副局长 什么呢 1996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 然后他在这里工作期间 他非常幸运 87年到88年 一年时间 还到联邦德国去工作了一年 在这个联邦德国黑森州测量区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这个江泽民那个时代 也是挺培养的啊 他到了汉诺威地基区进修啊 1995年6月到96年 在南通 江苏省南通担任副市长挂职啊 98年 这个国务院机构改革 他调入了国土资源部啊 那时候他就当了党组成员 兼徒耕地保护寺的市长 99年升任国土资源部的副部长了 等到那个陈邦国啊 陈邦柱 陈邦柱退卸了之后呢 他就担任这个 这个国土资源部的副部长了 还兼国家测绘局的局长 因为他是个测绘专家嘛 你看在德国国家测量局来学习 德国的黑森州啊 学习 你估计英文也不错啊 那么109年就胡温那个时代 你想他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党组副书记兼国家土地副总监察长啊 10年调到甘肃地方历练了 开始当这个代生长生长啊 这个后来呢 这个又调到江西啊 11年调到江西 当然升为书记啊 这个历练是非常的完整啊 但是他不论怎么调动 大家可以看的 试图上升的关键时期 是在国务院领导下 也就是说他是李克强的熟人啊 倒不一定讲是嫡系了 也可以说是嫡系 就是说李克强比较相信他 全力支持他 那么这个 他呢 2018年2月就接替这个 这个彭清华 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19年现在任大常会主任了 也就是说广西在他领导私下 那李克强是全力支持他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网上的李克强参加讨论的截图啊 那么你通过这个可以看李克强他去这个广西省啊 是发着内心 愿意到他这地方来帮助他啊 不是说假话 因为他是一个系统的影响 如果有一个人他不喜欢 他肯定不愿意 是不是啊 到这他就不到上海去那个代表团 对不对 或者到这个这个蔡清代表团 你看蔡清那么理他 是吧 这都是有这个选择的 但是李克强还是从他的这次这个活动的讲话可以看出来 他还是表示臣服了 因为习近平现在权限太大了啊 在党内可以这样讲 没有人能够敢于公开挑战他 只能暗中的制衡啊 制衡啊 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肯定要给习近平面子 所以李克强在会上讲嘛 全国上下要在以习近平通知为核心党中原来做啊 然后尤其是在这个讲话当中还大肆的夸张 宣承了什么 这个习近平的所谓两山理论 习近平没有别的理论啊 这个两山论是为了他提出一个所谓的 这个算个理论吧 就什么呢 金山银山啊 这个叫什么清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人山的理论 这算一个理论了 就李克强这个明明心里是不服气 但表面你得这样讲 你否则的话怎么办啊 对不对 我们知道前不久 这个车军的这个弟弟车 车军的弟弟不是被被抓起来了 是吧 那么还有李克强的弟弟本身是李克明 也是国企工作过 虽然没动他 但是也抓了李克强弟弟的下棋 对不对 那车箭就是抓起来了 那对车军就是很大的影响了 对不对 所以你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看出 这个反腐败 已经成了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一个 暗器了 就非常微妙啊 你自己本身的连接 我可以不动你 但是你那周边的人我懂你 说是让你家人我懂你 我让你感到痛啊 这样我就可以制约你 让你制服你 老老说是按照我这个意志行事 所以说这从未显示了总共这种统治 政治体制制度的一个弊端啊 谁都看得很清楚啊 只不过是在表面上要显得团结啊 以免过于的这个碰撞 这个一旦这个党内权力斗 这个板块发生裂变了 大家一起这个崩盘也不好啊 他毕竟还是一个政党啊 但是任何有全体群体的地方 他都存在了内斗啊 毫无疑问啊 这种内斗不仅是在中共党内 国民党内 民进党内 还有这些海外这些杂七杂八的 各种这个派系 民主党呢 还是民政 还是什么 这个中国这个叫什么 叫海外什么 全国委员会 都一样内部肯定都有内斗啊 只不过是报道的少而已啊 有人群聚集的地方 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冲突啊 所以说 对斗在所难免啊 通过这个细节 你可以看着 这个李克强目前的所思所想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杆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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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